小李有过两个女朋友 第一个女朋友叫莉莉 莉莉是一个美丽的女孩 那时她们都在美国上学 一次新年的时候 朋友找小李出来吃饭 在饭店她认识了莉莉 她觉得莉莉很漂亮 也很可爱 莉莉觉得小李很帅 说话也很有意思 小李要了莉莉的电话 有时她们一起去看电影 有时她们一起去旅游 一天小李和莉莉说 我喜欢你 你可以做我的女朋友吗 莉莉点了点头 她们就在一起了 几年后 小李和莉莉都回国了 小李找了一份工作 那时她工作很忙 周末也不休息 她没有时间给莉莉打电话 也没有时间和她去看电影 莉莉很生气 但是小李没有办法 工作对她很重要 莉莉问她 工作和女朋友哪个更重要 小李不知道怎么回答 莉莉说 我知道了 工作对你更重要 小李很难过 她觉得工作很重要 她觉得工作很重要 但是女朋友也很重要 她给莉莉打电话 但是莉莉不想和她说话 她们就这样分手了 几年后 小李一个人旅游的时候 认识了她现在的女朋友 小美 小美是医生 她25岁 比小李小三岁 小李和小美工作都很忙 她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 但是她们有一样的爱好 她们都喜欢旅游 她们每年旅游两次 她们都喜欢音乐 她们每月去听一次音乐会 她们都喜欢运动 每天上班前 她们一起去跑步 和小美在一起后 小李觉得很开心 很幸福 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中 可以找到额外学习资料的链接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